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2月7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我跟大家聊关于冬奥会 冬奥会我有这么三方面的内容跟大家聊一下 首先是关于开幕式视频的问题 前两天我们就说了开幕式视频在YouTube上找不到 那有的网友就给我发了链接 说这个平台能看到 但是我看一下我就看不到 提醒我说你所在的地区不能看 那个网友就说从我这能看 那个网友好像是在马来西亚 从马来西亚能看 但是在加拿大不能看 那现在我已经看了 开幕式的整个的视频我已经看了 那我所看的这个呢 是从加拿大的电视广播公司的网站上看的 现在我发现它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它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奥运会啊 以及开幕式啊 必须得有转播权 才能够播出这个节目 我就不知道像一些小的国家 他们有没有购买这个转播权 比如说美国呢就是被NBC购买了这个独家的转播权 然后加拿大呢就被CBC购买了这个独家的转播权 被他们购买了以后呢 现在就有一个什么问题 为什么说我们看不到呢 为什么说他们有转播权 但是美国朋友为什么看不到这个转播呢 他是这样的 这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美国的坏啊 就美国比较坏 他们购买这个转播权的以后呢 他等于说他就是相当于那种东坑式的 就是他买了这个以后吧 说不好听的话呀 就是站着毛坑不拉屎 我把这个买了以后呢 这个权利就归我了 就由我来控制 我想让你们看到我就让你们看到 我不想让你们看到就不让你们看到 他呢就不看中他这个赚钱 在这时候呢 就是对付中国是最重要的 赚钱就是此要的 我也不转播 我也不直播 我就让你们就看不到 我就让你中国的这个黑幕式呢 让美国的民众看不到 而且呢 你其他的国家有转播权的 你也不能让美国的观众看得到 这就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的网友给我发的链接 他在马来西亚能看 但是我在加拿大不能看 我在加拿大只能看加拿大有这个转播权的 加拿大呢就是那个加拿大的广播公司CBC 他们购买了这个广播群 然后呢他们并不在YouTube这种平台上面播出 我可以在CBC的那个网站上看 我看那个CBC的网站呢 我能够看出来 当时直播的时候CBC做了直播 只不过我当时我是在睡觉的啊 我没有看他那个直播 那我起床了以后呢 我也并没有去找这个CBC的这个官方网站来看 我没有想到这个 我就是在YouTube上找 在Google里面搜索 全都搜索不到 只有你把CBC的那个网站CBC.ca打出来 你进入他的网站 然后你才能够看得到 现在呢我认为 这就是他们西方为了对付中国 对抗中国 而搞的这种蹲坑式的操作 他们就把这个毛坑站住了 他不拉屎他也跟那蹲着 明白吗 就是这种操作 使得我们看不到 中国你也不能说让加拿大的观众看 不行 加拿大的观众呢 只能看加拿大的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节目才行 他是这样的啊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说清楚了 然后第二个呢我就想说 今天的第三天的战绩的情况 第三天呢现在的情况是 俄罗斯仍然是第一名 奖牌数他一共是七块 他有两块金牌 三块银牌和两块铜牌 一共七块 他是排第一名 然后第二名呢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呢得了六块奖牌 一块金牌一块银牌 四块铜牌 总奖牌数牌第二名 然后第三名呢就是五块奖牌的国家 这有两个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荷兰 荷兰呢是两块金牌 两块银牌一块铜牌 一共五块排第三名 并列第三呢是意大利 他们一块金牌 三块银牌 一块铜牌 一共五块 是并列第三名 完了以后呢有四个国家 并列第五名 这四个国家总奖牌数都是四块 这个呢就包括中国 日本奥地利 还有挪威 这几个国家 那其中中国呢是两块金牌 两块银牌 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天中国就得了一块金牌 对吧 然后昨天的时候呢 中国又得了一块金牌 两块银牌 一共四块银牌 第一天得的金牌呢是混合团体接力 一共是五个运动员 三个男孩 两个女孩 五个人站在这个领奖台上 那今天呢就是男子一千米 中国囊括了金牌和银牌 同时呢还有单板滑雪 男子破面障碍技巧 是中国得了一个银牌 中国的奖牌数呢是这么一个情况 同时呢我想跟大家说 呼声特别高的那个古爱玲 还记得吗 古爱玲那个小姑娘呢 她今天的时候呢出现了 今天她的表现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今天风大影响了他们发挥 但是呢她仍然是出现了 她也运用了自己的一些技巧 她知道在这个时候呢 你得分高低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出现进入决赛 那现在她的目的就达到了进入决赛 我们希望她在决赛的时候呢 能够如愿异常能拿金牌 好这就是比赛的情况 然后呢我就是想说了 昨天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到目前为止 北京承办这个冬奥会呢是零差评 只有一个媒体他们试图对中国进行差评 结果他们那个报道得了差评 激起来了网友对他们的批评 说这个作者呢 你应该到医院里面去看看你的大脑了 你的大脑出问题了 对这个北京奥运的这个判断呢 很显然是严重失误 脑子有问题去治是吧 这个病是要治的 好今天呢我就看到了 出来这个差评了呀 有一些细经呢就上场了 今天呢有一个网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就有一个女运动员呀 裤子比这么乐的 就诉说呀 中国这个冬奥会服务不好 说中国呢吃的也不好 他是确诊的啊 说吃的也不好 确诊以后隔离的地方条件又特别差 对待他呢等于说也不公 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些诉说 那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就是来了以后 他被确诊阳性 他说他在他的国家的时候呢 已经是好几次的检测都是阴性 那你这就说不着了 对吧 这说不着了 你在你们国家阴性 到了中国以后是阳性 中国不负责给你解释 为什么你在你的国家阴性 不负责这样的解释 这样的事情呢是常有发生的 在我前面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说过 以前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人呢就疑惑 为什么有很多的美国人 他们拿着这个阴性报告上了飞机以后 入境之后就发现大量的人是阳性 以前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 大家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 美国抓住了作假的两个护士 那两个护士呢 挣钱挣了上百万美元 挣了那么多钱就是作假 你在你们国家怎么搞的这个阴性 我们就不追究你责任了 你有没有作假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你还有脸说在你们的国家是阴性 我们不管 反正你来了以后呢 经过检测你就是阳性 好这是一个 就是说他抱怨说 在他们国家是好几次都是阴性 到了这是阳性 你抱怨不着 对吧 第二呢他就说啊 饮食不好 说是在隔离中心呢 吃的特别的差 一日三餐呢都吃一样的东西 没有营养 说现在呢他就是这几天以来 他好像在那隔离已经有三五天了 说他的体重呢都掉了很多 现在他瘦的皮包骨 这也太夸张了吧 就算是你这三天你啥都不吃 你也不至于说瘦的皮包骨啊 对不对 就他这个描述呢很显然有夸张的成分 完了以后呢他又说啊他这个眼圈都黑了 那你要眼圈都黑了你要不休息 对吧 你眼圈黑了能赖中国吗 然后就说这个食品的问题 说呢只有冷食没有热食 一日三餐吃的都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打死我我都不信 为什么呀 因为自从有这个疫情之后啊 因为很多人他们在回国的时候都要隔离 对吧 大家可能在网上都见过很多那些隔离的人员 在网上晒他们的一日三餐 就在那个隔离中心他们吃的 营养均衡 一日三餐一餐不辣 而且呢一日三餐还有隔离期间 都吃的都不同样 都吃的不同样 有些人抱怨呢在隔离期间都吃胖了 所以说呢这个运动员呀酷鼻子我乐的 说他是瘦的皮包骨头啊 说骨头都滋出来了 真的是吸睛啊 吸睛上身 就是现在呢为了污蔑中国 真的是脸都不要了 说瞎话 那还有呢美国就有一个媒体 叫纽约邮报 不是纽约时报啊 是纽约邮报 那纽约邮报这个媒体呢就报道了一些 还有其他的运动员 也抱怨说是饮食不好 说是在东奥村那里呢 饮食特别的缺乏 说是呢只有饼干 只有坚果和强力 只有这些东西别的一概都没有 哎怎么那么能胡说八道呢 说也没有人服务没有热的 真的胡说八道啊 那个奥运村那个地方 当这些运动员都还没来的时候 不是那些记者已经在网上都炸了吗 就逛那24小时的无人餐厅 都足以满足你啊 那机器人厨师都完全可以满足你啊 那机器人厨师还会做鸡尾酒呢 你买什么都可以啊炒菜都可以的 那机器人做的说实在的 他肯定品种比较有限 但是也足够让你有所选择了 热的凉的荤的素的全都有 怎么能说没有呢 那你要不去的话你能怨别人吗 你非得到那一个吧台 这个纽约邮报呢 还发上来就一张照片 你就从他这张照片来看呢 这个吧台确确实实呢 好像就只有饼干 但是还有面包啊 有小面包有切片面包 好像还有肉吧 还有水果啊 还有那些饼干 还有那个酱果 这些都有的呀 怎么能说是没有呢 对吧 胡说八道 然后那些热的肯定是有 24小时的那个无人餐厅一定是有的 有热的有凉的有昏的有素的什么都有 然后呢就是共餐时间 我想就应该不是下半夜了 就是其他时间我想一天可能是 他们那个餐厅都会有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 我看到报道说那有678种的食物 我昨天我就说呢 我不知道这678种呢 就光中餐呢 还是所有的都包括在内 昨天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呢 这678种就光是中餐就有这么多 你在这参加的奥运会期间 你这些东西你都吃不过来 有很多你都吃不过来 你肯定得长胖了 你不可能是瘦了 你要想瘦啊 那真是难上加难啊 难上加难太难了 我每次回中国的时候 体重都要长很多 回中国没几天 网友就说 哎呀还没那么胖了吧 那个脸那么胖成乱样的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不记得的话 就把我回国期间做的视频 可以找出来对比一下 回国没几天就得胖 中国实在是太多了 就是这个纽约邮报啊 这个报道 这个纯粹就是胡说八道 纯粹就是胡说八道 然后他们还抱怨什么呢 还抱怨气候 你这气候你有的抱怨吗 有的说呢 他提出来要求啊 说天太冷了 要求把他的项目往后推迟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运动项目的安排 哪一天是什么项目 哪一天是什么项目 我想这些东西 可能都有不得中国吧 这应该是国际奥委会 他们制定的吧 再就是了 说太冷了 说他们那呢 就光暴天气预报 那个温度 他说实际上 那再加上风的话呢 会到零下三十多度 他说 你要是说 你强调的体感温度 那就没办法了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 郭爱玲她今天参加的那个 就是因为有风 影响到这个发挥 但是郭爱玲呢 就采取一些措施 对吧 一些策略 保证能出现就行 这个冬季运动会啊 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室外的 那室外老天我们能左右吗 中国多大的本事啊 还能左右老天 他要刮风 更何况张家口那个地方 他不就是一个封城吗 对不对 他一年到头风都很大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说 你不应该就克服吗 这有什么好抱怨的 还说推迟 胡说八道 你是不是运动员 你懂不懂啊 就跟那胡说 我都不知道这是运动员说的 还是这个记者胡说的 然后呢 还说说检测也比较混乱 有一个运动员呢 他被告知说 哎行了 你是阴性了 可以回去参加训练 或者比赛了 结果呢 他要走的时候呢 结果又告诉他 哎哎哎哎没有没有没有 又搞错了 又给他叫回来了 哎呀像这样的情况 你就不用抱怨了吧 对不对 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在任何在你生命当中 这样的事情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啊 对不对 他也会出现啊 有可能是看错了 或者怎么谁知道 再说了 我就发现这个报道里面 这里面有不实的 有可能也是胡说的 就是污蔑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西方啊以美国为首的 就开始攻击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火炬手里面 有两个人物啊 现在受到了有的人的诟病 一个呢就是火炬手里面呢 有一个是新疆的对吧 然后他们就开始说了 因为西方呢以美国为首的 以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 来抵制中国的冬奥会 所以中国就安排了一个新疆的运动员 来当这个火炬手 说这是一个政治的操弄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纯粹是胡说八道 就算是啊 就算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 特意挑了一个新疆的运动员 有什么不可以呢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对不对 我们就特意在这个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呢 就安排了我们国家 这五十六个民族 每个民族都找出来一个人组成一个节目 有什么不可以呢 不可以啊 对不对 再就是呢 如果你想说维吾尔人平常受到压制 就在这个时候让他出来 搞这个火炬的这个让他露脸 那你可就错了 你可以在中国去各行各业去了解一下 新疆人在中国是多受欢迎 就单单因为他们这个长相 在娱乐圈里面最走红的男明星女明星当中 有多少新疆人啊 有多少新疆人就因为这长相 而在很多的领域占便宜啊 对不对 什么迪利热巴呀 什么佟丽亚呀 什么之类的 有的是对不对 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 那个成青树那几个主持人当中 就有一个新疆人啊 主持这个春节联合晚会 他都主持了多少年了呀 是不是 你美国没有搞什么新疆种族灭绝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用的那个男主持人 就是一个新疆的 还有新疆的歌唱家有一个 原来特受欢迎的 现在孙尔大不出来了 叫克里木 还记得吗 那是新疆的嘛 新疆的歌曲啊 新疆的舞蹈啊 经常在中国的电视上出现啊 那你们是真的是咕噜寡玩 你们太不了解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印度人现在出来搞事 因为在这个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呢 正值春节期间 所以外交部呢 并没有举行这个记者会 但是呢 今天7号礼拜一 他们上班的第一天 这个记者会上呢 就有印度的媒体啊 就来问 关于说你们这个火炬手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中印边境的那个团长 叫齐发宝 你们凭什么让齐发宝去当火炬手 你们不考虑我们印度人的心情吗 你说这印度人想什么呢 对不对 哇你们印度人的玻璃心 需要靠中国来保护啊 我们在边境上的英雄团长 齐发宝 我们不可以让他来做火炬手啊 我们的火炬手里面各行各业的都有 对不对 在解放军战事里面 然后我们就选中这个齐发宝不行啊 这是印度人今天他们提出来 说中国人应该考虑他们的这个玻璃心 可笑不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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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